好那刚刚最后我们讲到这个Dapper的coverage 怎样叫做unambiguous的coverage 然后也把这个range的coverage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在上一个lecture没有讲 然后就一并到这边来说 好那接下来来看就是速度频谱上面 那速度频谱上面其实我们就是要去看它的 velocity resolution 那一样就跟大家有介绍过说在雷达系统里面 跟一般的无线东西系统比较不一样 就是多了这个resolution的词 这个解析度的这个词 那今天既然我们是在看这个速度维度上面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对 Velocity的resolution做一个介绍 那一样就是说在Velocity的resolution 我们习惯性还是用这个relay width 来做它的resolution的这个宽度 那relay width的就是说 你的mainlobe peak到side level的那个宽度 那基本上应该是说一个mainlobe到两边的 这边应该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弩文点 好那 这个Velocity resolution或者说double resolution 它其实是有一个推导的方法 那它其实就是会跟你的CPI的时间长度成反比 因为你可以想象就是说 你在slow time上面 你现在这个速度频谱 你现在这个时间上你是slow time 但是它也是属于是titleman 它只是它是比较慢速的取样 那它这slow time上面 它的这些整个的长度 它的导数 就是对应到它的 复列圈什么之后 它的那个mainlobe的宽度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越长 这个就越短 这个就越窄 应该说这个越窄 那所以CPI的长度跟这个 Velocity的resolution会成反比 那所以具体来看就是说 如果我们令Velocity的resolution是delta v 那如果是用dupper来看的话 是lum2delta v 因为关键就是那个lum2v 所以你如果你给定一个delta v 这边就变成是 如果你是看dupper spectrum上面的resolution 就是lum2delta v 好那我们定义 就是说在这边我们给的定义 是用mainlobe的relate width 来做定义 所以如果你的时间 你在slow time上面的 总时间长度是CPI CPI的导数就是TCPI分之一 就是mainlobe图一个 Nor的这个宽度 那所以因为是两个 因为就到左右边的两个Nor点 所以这边就是会有TCPI分之一 加上TCPI分之一 所以是TCPI分之二 好那因为时间转到频率上面 单位是Hz 那那边就是对应到是dupper的resolution 所以如果你要换成是delta v 就是有一个那个FD等于 让它分之二V的那个转换式 那这样子的话呢 因为你这个TCPI分之二 它是由时间转到频率 所以是Hz 那Hz是dupper 那所以你要换成delta v的话 就会变成是TCPI分之lum2 就是刚好你这个2跟2就消掉了 然后delta v就变成是TCPI分之lum2 所以你如果是在dupper的resolution上面 你的这个横轴改成是用BLASER来看 那这样子BLASER的resolution就是TCPI分之lum2 那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 CPI如果 TCPI如果是越长的话 你的速度的解析度 也就是这个大presentation上的那个main load 的wind会变小 会变小 那这样子的话的代价是什么 就是说你的CPI越长 你可能就变成说 你每次扫描都CPI都那么长 那你的整轮的扫描时间会整个就必须要拉长 那这个东西如果你是考虑到说 像有些雷达系统 它都写说它更新率是多少 就是你如果在雷达这些规格上 你可能会看到up the rate这个词 那它指的通常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你真实到一个目标户的时候 你下一轮更新它的资讯的时候 它更新率是多少 或者说更新时间是多少 那你有时候是 比如说以整个雷达这样子去扫描 你maybe就是会扫描123456789 你会123456789这样子依据去扫 那这样扫完九个sector 九个部分的话 它一轮的时间比如说是一秒 那它的更新率就是1Hz 那有时候你的规格在设计的时候 你会需要说你要限定说 你的更新率比如说是1Hz 那也就是对应是1秒 那1秒就变成说 如果你以这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你每次扫描 这九个地 九个区块的时候 你必须总时间加起来只有一秒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一个区块 就是对应一个CPI为基本单位人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你CPI时间略长 你科项老师 你这九个加起来 要是在满足在一秒内的挑战 就会更高 因为比如说你CPI的长度越长 通常你可能 比如说你想要SR大一点 你Pause也会打长一点 那你Pause打长一点 你这个TP 就是PauseDuration越长 你通常你的SWAS的时间也会越长 为什么 因为你Pause越长 那大家记得Metrogram 有个人没有我们的交说 你至少要完整收到一个Pause 你才可以做Covulation 我才可以找到Pink点 找到Pink点 你才知道目标 它可以致于你的Rage在哪里 所以通常SWAS越长 然后TP跟TSWAS越长 那你就可能是TPRI越长 那TPRI越长 你通常TCPI也会越长 因为你假设个数 当然这是看你说你CPI里面有几个PRI 那这个东西也有另外一些维度 要重合考虑 所以你的CPI太长 你可以看到说CPI太长 它可能好处是说SR 可能也可以通常可以拉大一点 然后那个速度解析度 也可以越finer一点 越细一点 但是你有个代价就是说 你的更新率可能就没办法那么高了 你可能比如说你就变成说 你只变成两秒才更新一次 那这样子你的Hz就是0.5Hz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在这些 整个雷达系统上面的 规格的设计 你必须要把这几个物理 综合做一次的考量 那所以如果是对于这个 在Velasset的维度来看的话 你给定CPI的时间 它的导数再乘上它的浪塔 波长 就跟Delta-V 就是Velasset Resolution的关系 那所以当然 那浪塔这个也有关联 你浪塔越长 你浪塔越大 当然Delta-V也会越大 那所以你现在设计这个规格的时候 你要用哪个频段 那你的讯号要多长 你Signal format要长什么样子 这个也是你必须要考虑进去的 一个Design的Constraint 那所以下面这边有写 就是说你越长的CPI 去包含了多个的PRN 一个CPI包含多个的PRN 会让你的Velasset Resolution 越finer 越finer 这个词 大家记得 但是你很有可能 你的一轮的整个扫描时间 比如说你要扫1,2,3,4,5,1,7,8,9 那你这样子的话 因为你每个CPI时间都变长了 那你就变成说你总时间的一整轮的 要扫描一整轮的时间也变长了 也会变长了 那这个东西有时候会让你有时候觉得说 那我一秒才更新一次 目标物的资讯可能会太久 看能不能接受 那这些就是一些缺乏我们要去设计的 好的 所以从下面图来看就是说 也是一样在讲这个DUplo平补上面的 这个Resolution的事情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有三个Target 那其中就是一个Target在速度为0的 一个Target在它旁边 然后一个Target在这里 速度为20 然后这个橘色的是速度为-2 那你可以看到说 左边这张图是各自去画的 各自你可以看 你可以把这三个颜色各自看 各自看 那右边就是在讲说 它的Resolution为什么辨别不出来 因为你看 因为实际上 你如果说你今天 你在这个Ratebin上面 你收到来自这三个Target的回波 你收到的讯导器 它是加在一起 Superposition的加在一起 那加在一起的话 如果你今天是Target1跟Target2 就是 抱歉 如果是蓝色跟橘色 浅橘色这个加在一起 它就变右边的这个紫色 所以这个两个加在一起 就变右边的紫色 就变成说你今天 如果有一个Threshold切过去 你其实这边 你只会看到一个目标屋 你只会视为是只有一个目标屋 那你如果是蓝色跟这个深的橘色 应该是红色还是橘色 红色就加在一起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各自的Pig都很明显 那所以这就是说你今天 你太靠近 你太靠近 你收到的讯导器 其实是Combine 也是在一起的 你Combine在一起之后 你在做Poliation 的时候 得到它的速度平补 其实你是看不出来 它这边有两个目标物的 因为它已经混在一起了 混在一起 那这类似的概念 应该在上一个Lecture 在讲Range Domain的时候 大家应该已经有了 那这边只是在看一下 就是说何谓Resolvable Resolvable 就是可解析的 或者是不可解析的 它可以 这两个Tagget太近了 所以解析不了 那他们刚好就是我把这个RenLayWid 把它画出来 是这个虚线 所以在RenLayWid里面 我解析不出有两个Pig 分辨不出有两个Target 那当然这个是 还是一样的在强调 这个是现在用我们的 克子讲速度频步 因为你有可能在角度上面 你可能会做一些 搭配其他维度 做一些区域分出来 让你可以 最后还是可以成功 判断出有一个目标物 那这个东西当然就是可能 比如说你其他维度上面 你有得到资讯 有得到不同的资讯 那这个维度 maybe你用内插 或什么之类的 你就认定 在那个速度区域上面 有一个Target 那这个是有一些 其他的处理的技巧 那这边是单纯 就是Vox在就是一个 这个DoPro维度上面 解析 可不可以解析出来的事情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Clutter 那刚刚都讲MovingTarget 那今天讲到MovingTarget 你就必须要搭配Clutter 那我们还是一样重生一下 对Clutter的定义 那一样一样 英文小教室 就是Clutter 它是不可数的名词 大家记得 如果你要写文章的时候 你要讲Clutter 你要加Clutter 比如说ClutterReturns Returns 这个名词是可以加S的 Clutter是不可数名词 好 那Clutter就是所谓的杂波的意思 就是凡是你不感兴趣的目标物 都可以把它叫为是Clutter 好 那所以来看一下它英文的定义 就是说凡是你不感兴趣的 对于你这台雷达 凡是你不感兴趣的目标物 的讯号的Returns的回波都可以叫做是Clutter 那这个Clutter通常会让你的这个 Detection performance会变不好 原因就是因为要么就Clutter太强 它的一些直载波的能量 它把你的target把它盖住了 好那尤其是说对于这种就是又小又慢的target 又小又慢的target 通常就是在跟Clutter共存的时候 你要怎么把又小又慢的它给取出来 通常都很难 那为什么是又小又慢呢 因为又小小就是 因为你Clutter通常是环境嘛 你要么是大楼建筑物 要么是地板 要么是海的反射 这种自然景观基本上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它贡献回来给你的回波能量都很大 好 那所以就是你的目标物 你感兴趣的目标物如果越小 它通常就它的能量跟Clutter返回来的 那个return的能量相比 通常都是不一样的量级 那你怎么样可以萃取出那么小的目标物 然后还有一个是又慢 为什么慢 因为Clutter通常不会可以视为是 几乎不动的杂波的讯号 就是它在DUPPER这边 几乎你可以视为它是不会动的 所以今天你如果说你今天 你今天如果说你有一个速度频步 那这边都是Clutter占满的 速度为0的附近都是Clutter会的影响 比如说这边甚至到10m per second 比如说-10m per second 因为你如果考虑是海杂坡 海杂坡通常大概有速度 4m 5m per second左右的海杂坡 海杂坡通常我们在码桶的时候 大概是抓5m per second左右 那或者是说像树木 那个树木在树叶在那边摇 那个也是有一些运动速度 还有云层云会飘 所以通常我假设我现在抓一个 正部10m per second里面都是 都是那个 都是Clutter或Dubinet 那这样子什么是越小的目标 我比如说小鸟或无人机 小鸟屋无人机就是很小 你无人机的话 我的理解是你最高解锁也差不多只能 就是商用的啦 商用的无人机大概是差不多 你顶多配到20m per second就不错了 20多 那你如果是那种比较低速的 比如说你现在有要送便当的那种无人机 靠近你 比如说飞那什么5m per second 慢慢飞的 比如说以后假设都市 我们以后Uber都不用送Uber 就是都用无人机的Uber在送 你接近大楼你一定不能飞太快 因为怕整个撞上玻璃 你那个慢慢再飞 慢慢再飞 如果是就是那种 慢慢的前进的那种 那可能跟Clutter就很接近 可能就很难侦测出来 就比如说你的 Target才飞10m per second 或8m per second 那你可能就 就不是那么容易可以 侦测出来 因为它基本上会跟地板撒波混在一起 那所以 Clutter如果跟你面对的Target是又小又慢的话 那很头痛 那当然你如果是 你要看的对象是像飞弹或战斗机 那个相对都是 可能还是算是小 因为飞机上面通常都有涂一些材质 让它的等效的RCS变小 回波的能量不会太强 但至少飞弹或战斗机相对地板的这个10m per second 好我已经抓到正部10m per second 相对这个东西还是快的 因为比如说你100m per second之类的 这个东西都是相对于它的速度是快的 那所以通常就是又慢又小的Target 就是跟Clutter在共存的情况下很难处理 那尤其是说有Clutter的情况下 它通常都还会造成很严重的误报 很严重的误报 误报一样 就是说你见误报你就是以为它有 有比如说你要开火 你可能会打一个 打一个就是白白浪费你一颗飞弹 因为你打到是根本没有存在的目标物 那所以Clutter这个其实是在雷达系统里面 就是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讯号的一些特征的定性描述 那就是下面这几个Bulling 第一个就是说你今天你的Clutter所收到 你收到的这个Clutter讯号的正部 也跟你传送出去的signal有关系 你讯号打的 你transmit power打的越大 你Clutter收到回来的回播跟你支撑正比的 所以通常一般那种什么比如说SNR 你要怎么让SNR越大 你signal是打大 你transmit signal打大一点 receiver signal通常就会比较大一点 但是那个是相对于nose有用 但是相对于这个Clutter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transmit打多大 你回来的回播就跟着多大 你对一个建筑物 你把transmit的power打大 那建筑物反弹回来给你的回播也是一样更大 那所以这东西是并没有办法 你并不是你transmit power变大 你就对于Clutter的Deal with 你就有办法 并不是这样 那他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Clutter的回播 他的讯号通常 他的Amperative的variation的范围 通常都蛮大的 通常都蛮大的 因为你有时候打到一个地板 那地板上面可能有一些小东西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说这整个回播贡献回来 他在他主要的聚集处很大 比如说Clutter速度为0的地方能量很大 但是他那side loop同时在其他的有速度的值的时候 也还是有很强的side loop 你还以为那个高速地方真的有target 其实根本就没有 他只是来自速度为0的那个Clutter的side loop 那比如说像这个例子 比如像这个例子 这个Clutter的side loop那么大 你threshold切在这里 你还以为你还真以为是这边每一个速度高速点上都还有一个目标物 其实根本就没有 那只是就是因为他这个能量 这个Clutter在速度为0的地方太强了 那所以这个Clutter就是说 其实你真的收到驯号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side loop还是什么东西的 因为你收到驯号的时候 那是我们刚刚在画图解释的时候 你知道实际上会有这回事 但是其实你真的收到驯号的时候 你以为比如说速度20m这个时候有目标物 你只能以为 你只能说我detection完之后 我就发现那边有 可是它具体是什么 其实你没办法知道 除非说你还有进一步的什么 什么microdubler或什么camera 它搭配你去看之类的 好那所以 通常Clutter对整个need receive signal的影响 就是说其实它的影响范围是非常大的 那通常在model上面 就像我们上学节课程有讲 通常会用nognomo或webbo的这样子的pdf probability那个distribution function来做model 好那第三个 就是说你的Clutter反弹回来的回播 它会跟什么有关系 它会跟你使用的频率有关系 就像比如说像F35这种影响战机 它的涂料都对于特定的这个 对特定的这个电磁波会有一些吸收效果 好那所以不同的频段 它也会的电磁波 它也会有不同的吸收效果 以至于就是说它反射回来的 回来的给你的回播会比较小 那不只F35 这个是我们要侦测的目标 你如果是像地表或者是什么土壤 土壤水泥地什么这些 那相信你每个对于每一个频段的电磁波的吸收 跟反射的量级都是不同的 那所以这个收到的讯号 会跟你的这个transmit的出去的这个频率 你所使用的频率有关系 那刚刚就像刚刚所讲的 就是环境的condition也有关系 你在沙漠在这个水泥地在树林 那各个地方它的那个reflectivity 那个反射系数是不同的 所以你会根据你的环境不同 你clutter回来回来给你的讯号的这个 这个强度也会不同 那也会跟你的beam position有关系 为什么跟beam position有关系 因为通常你在扫描的时候 通常一般的face array都是零度的时候 它的这个冰凤的强度最强 通常你越边边它的冰凤的 比如说这边是0dB好了 你这边可能比如说只剩-5dB 举例来说 所以这边的强度会不同 所以maybe你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clutter 大的clutter 但是它这个clutter贡献化来的回波 不一定比这边的小clutter贡献化来的还强 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那当然也跟resolution有关系 就看你要切多细 你切多细要怎么去看 怎么去看帮助你去做解析 那所以clutter回来的回波也跟这几项的物理意义是有关联的 那第四个就是说 clutter呢就是说scatter的mortual state 就是说你今天这个clutter 比如我想这件事要讲就是说 像你比如说你一个大树木 你一个大树木上面有一个树干 它会给你反射 当然它是木材 它反射系数不会太好 但是还是会是有一个反射在 那它上面可能有 maybe 会有树叶 你可以视为是这个树木的这个object 上面有一些scatter 一些散射体 那这些散射体的相对运动的一些运动行为 比如说树叶在那边飘 在那边抖动 它也会对你的讯号回来的时候有造成一些 就是影响 那这些影响可能会也会反映在屏谱上面 有一些narrowband的一些bandwidth 会出现在duple的屏谱上面 那所以这些有一些小小的这些树木的上面的树叶在动 它也会造成一些相对运动 跟你人要有一些相对运动 就使得你在duple的屏谱上面 也会看到一些 一些可能一些特定的屏点上面有一些 有一些冒出来的讯号能量这样子 好 然后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说 它说clutter的echo-post 就是回波回来 你post打出去回来的时候 所收到的每一个post收到 通常它都有highly correlated的特性 那举例来说 你今天对一个建筑物打电视波 你第一次打这个post 打出去反弹回来 第二次打出去 打这个post反弹回来 你大概可以预期 这两个post 应该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因为你的support 你的建筑物是不动的 然后你都打一样的post 第一次打第二次打第三次打 那我第一次跟第二次打 应该是要高度相关 就是口语上我们可以说一样 那严谨一点 我们应该说它是highly correlated 因为它是高度相关 因为基本上它都不动 你打的东西也是一样 那我打第一笔第二笔第三笔 不是应该都收到一样的讯号吗 那所以我们比较严谨一点 我们用highly correlated 来这个词 口语上我们可能会试为就是 就是我怎么打 回来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特性 让我们可以去做一些 clutter的判断 那下一个就是说 今天这个clutter的类别 clutter不同 它可能在你把空间跟时间一起来看 你可能会看到说在空间上的取样 空间上的取样 大家都知道说 我们现在在看这个整个space time 就是说你的天线这样子 每个这样子空间上的取样 那取样之后 你会做一系列处理 所以这边是time domain 这边是spatial domain 所以他意思是说就是说 你可能在这些clutter的类型 它可能也会反映在它空间上面 空间上面的这个取样点上 它会得到不同的clutter 它在空间上取样的表现 也会不同 那最后一个就是 通常这个clutter 它通常都会在集中在0 速度为0的时候的 速度为0的附近 对于每一个rootbin都是一样 有类似的表现 通常会集中在速度为0的地方 那就像刚刚右上角这边 所画的这件事情 那当然这个事情 就是说最后我们看一个 就是说我们目前课程上面所讲的 就是我们的感兴趣的目标 通常都是人造的 比如说飞弹啊 战斗机啊 无人机啊 通常都是人造的 这就是所谓我们的感兴趣的目标物 然后通常这个自然景观 natural object 比如说什么沙漠啊 海啊 地板啊 然后那个什么建筑物 建筑物其实是人造的 不过没有人想要增设建筑物嘛 那这个东西就是你不想要的 通常都是那个 通常都就是视为是 clutter return 都会成为是你的clutter returns 那当然这边还是要注意的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合成空气雷达 它在乎的目标 我可能就相反过来 它可能就是要去看自然景观 这个地表地貌的概况 形成的概况 那这个东西就是合成空气雷达 如果你从电磁波拍照 电磁波来成像 变成一个照片的角度来思考的话 通常他们感兴趣的就是自然景观 而不是人造物 那当然也可以是人造物 比如说就有点像是空照 像合成空气雷达在战斗机上面也有 所以战斗机上面 它战斗机飞过去的时候 它也会用合成空气的方式去看地表 有没有那个比如说防空炮塔或者是坦克车 所以那个合成空气雷达这件事情 不是只在卫星上面有 通常现在比较进阶的那些战斗机 它其实也有搭配合成空气的功能 可以去看地表的这个概况 那那个时候 如果是军用来讲的话 它的感兴趣就是那些防空炮台跟坦克车 或者是地方的那个军营的部署 就是就会不是不一样 好 那所以这边呢 就是大概我们定性描述一下 就是只要是clutter 它的signal 它的品号会有什么样的characteristic 它的特程会有哪些 那你要怎么用model 那大概会印象 定性描述它的这个 可能会被改变的这个物理意义是什么 好 那我们在剩下的15分钟 我们要讲这两页的数学 那这两页就稍微有一些数学 就是说这个数学是要 一个简单的数学是要告诉大家说 你要怎么去model 你要怎么用数学模型去model clutter 去model clutter 那这边你会用到 就是这个autoregressive的这个form 这个形式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可以用这个形式 就是clutter的return 一般你可以示威说 它在它的power spectrum density上面 是non-flat的low path的特性 就是它不是平的 它不是在psd上面 它不是在power spectrum density上面都是平的 但是它有一个low path的特性 low path就是低频的 低频 主要聚集在低频的成分的意思 所以刚刚你大概可以看到说 你在duper的屏幕上面 我们不是clutter 几乎都聚集在中心为0的地方吗 我们刚刚已经有这样讲 所以它通常都是 你可以视为是一个low path的特性 但是它在整个屏幕上面不是平的 因为它主要能量都聚集在低频的地方 好 那所以通常这系列的这样子的模型 你可以用autoregressive的model来做模型 那这个model是有一个定义的 它数学定义是如第94这边所示 它其实大概就是说你可以产生 那个quite gaussian的random process 好你有个quite gaussian的random process 它经过这个filter后 你可以把它model成你要的 你要的这个cutter的特性 好 那所以这个第94里面 我们先看它下面写这边这几个是什么 其中这个sigma w平方 它指的是quite gaussian noise 就是一个quite gaussian 你也可以视为是一个quite gaussian的random process 好这样子 所以你有random process 就有这个power spectrum density random process就是你的random variable 考虑时间的维度 每个时间点有一个random variable 好 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quite gaussian的 你可以视为是quite gaussian random process的产生 就是为了这些 那它经过一个filter 因为quite gaussian noise 它的uncorrelated就是imply independent independent就是imply uncorrelated 那但是你现在变成说 因为cluster我们刚刚说 它基本上可以讲到它是highly correlated 所以基本上就是从我们在数学上 就是说我们先产生一个完全uncorrelated的quite gaussian 但是我们要经过这个filter 让它就是变成有correlation 有相关 有相关 好那所以这样子的autocoregressive model 你可以就是它其实它对应到pulse spectrum上面 就是说你今天还是产生一个quite gaussian 那quite gaussian在pulse spectrum 那上面就是平的 那你会经过一个filter 大概就是说你再把低频的这样子把它滤出来 不是低频的压矩 大概就是这个filter要发挥的功用 那所以这件事情 因为quite gaussian noise的话 它的这个 它的pulse你可以直接写成这个sigma w平方 所以这个filter 它的free domain上面的表示是 它绝对是平方的free domain上的表示是 可以写成就是分子为1 然后分母就是这个1加α1 乘上xf1 然后一次类加进去加到αq 然后后面就是乘上x2πq 这边少写一个f 少写一个f 好 那这样子的这个autoregressive的foam 可以帮助我们来做clutter的modeling 好 那这边我们复习一下 就是刚刚所说的 雷达照到一个你不感兴趣的目标物 通常比如说这些clutter 它通常都是固定不动的 或几乎不动的 那这样子的话 它的echo pause 就是会有highly correlated的特性 这刚刚我们讲过了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要透过autoregressive的这个model 去把产生一个有highly correlated的讯号 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可以怎么做 其实它不外乎就是去model一个color noise process 这个以前在通讯员里科美学过 就是一般我们的noise是gaussian gaussian基本上就是都uncorrelated uncorrelated像森林每个random variable 都是independent的 但是现在我们要故意去model 有correlated的这个signal 那所以我们就是一样是先产生快gaussian 但是我们会经过这个filter 让我这个取样点跟上一个取样点 它是有高度相关的 而且我还可以决定它的关联性 那这个数学模型 你就可以用这个第14 好第14 那其中这个wm 它指的就是whide gaussian noise 你可以把它当成就是whide gaussian noise 那这个c 就是我们今天要model出来的这个color noise的process 这整个process 就是这些random variable 跟考虑在每个时间点上 那就是color noise process 那这样子的model就是可以用第14 那其中这个r1 它就是一个系数 你可以来决定 这个系数可以来帮你调配说 你correlation的程度要多少 好 那所以第14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说你把quide gaussian noise 会经过一个one pole 只有一个pole而已 one pole的这个 one pole的builder 那pole跟zero 这个词在这个 DSP格门上面有 就是你分子上面为0是0 那分母下面你会为0的话是一个pole 因为它这个东西大概你可以看到说 因为你只要考虑r1 所以这个autoregressive的form 其实后面这边不用看 你只要看这边就好 好 这样子的话就是这样叫做one pole one pole的filter 只考虑r1 因为alpha0 alpha0就是1 所以就这边就这样是one pole的filter 好 那所以one pole的filter 你可以看到说它就长得 就是我刚刚这边框出来的 其实我已经写在下面了 就是这个filter的frequent response 绝对值平方 会等于就是这个分子是1 分母是这个的绝对值平方 1加α1乘上xmj2πf 乘1 1就没写了的平方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one pole的filter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分母向的绝对值平方 你可以把它展开 变成1加α1乘上xmj2πf 因为这边这个会把它展成cosmj2πf 然后绝对值 你那个绝对值平方你展开 然后就两项 第二项要去contregate 然后把它相乘一下 摆一下 就会变这个这样子 好 那其中这个f会落在正负0.5之间 因为我们现在先假设这个f 都是已经normalized 好 所以针对这个one polefilter的 这个第11式的这个式子 基本上这个one polefilter 要是stability的话 α1的绝对值要小于1 那它的peak会发生在哪里 就是f等于0的时候 就是中心点的时候 就是f等于0的时候 这里f等于0的时候 或者是0.5 你如果想要让它发生在边边的话 比如说你考虑那个fd shift 你可能这边这个α1 就是要这个就要大于 那个α1就要小于0 好 那α1越大 α1的绝对值越大 代表的就是说这个filter的frequency response 会越集中 也就是说你α1的绝对值越大 你这边这个会越集中 你这个man open会越集中在速度为0的地方 那这个是one polefilter的特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 就是可以用这样子的速决式 你要怎么产生一个signal model 你可以先产生坏高群 坏高群之后 你考虑把这个坏高群的random process 这一串的坏高群random variable 把它经过这个one polefilter 你就可以产生一串的sequence 它是彼此有correlation的 而且这个correlation的程度要多大 你可以透过这个α1的这个系数来做调整 来做调整 好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你如果用这样子的做法来model 这个这一种random process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在随机程序就叫random process 那在这边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我们现在就是要去model一个 假设你今天receiver 收到一个cluster的signal returnsignal的话 你要怎么去model 怎么用一个简单的数据模型去model 好 那所以呢 可以看到就是说 假设我们今天有面对 就是我们要去model一个ground carter ground carter 那我们用刚刚的这个one pole的这个filter 那也就是一阶一阶的这个AR model autoregressive的model 好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就是第12式这个式子 这式子跟刚刚11式是很像 跟第14式是相像的 差别在于就是说 因为我今天是slow time 那我今天想要看说在每个range上面的表现 因为通常呢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 因为你雷达在这边 通常就是我雷达正下方的 这个离我越近的地板 它给我的反射回波的共寸越大 越远的地板通常会 就是我现在我是雷达 我这样看出去 我电视波这样打出去的话 通常我跟我最近的地板 直接马上很近距的反弹给我的量级 一定是最大的 那越远越小 好 那所以我在这一页团里面想要讲 就是说我把这个range的维度 也一起考虑进去 好 那一样slow time上面的index我用m 那小写n我留给face time的range domain的index 好 那所以我这一页呢 就是第12式呢 就是加入这个小写n 小写n的这个index 因为我想要去model说 我的ground harder在 离我雷达越近的时候 就贡献的回波越强 越远 贡献的回波越弱 所以我在应用刚刚第14 把它变成第12式 加入n的index 那其中这个n就是face time的index 那alpha n alpha 1n 就是它是一个time variant的 fielter parameter 因为就是我随着越远 好 我今天越远 我的ground harder 给我贡献的能量越小 好 所以我们直接看结果图 就是下面这两张 这两张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差别在于 这两个轴 第一 左边 左下角这张图 我是用dupper 单位是hertz 但是这个因为normalize过了 所以这是正负0.5之间 那这一轴是face time face time的range index 其实就会对应到range index 那所以 右边这张图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我把fd改成velocity 是meter per second 那这个face time的index 我把它改成是对应的range meter 来表示 所以这两张图是一样 只是我在这两个轴上面 我用不同的物理意义的单位来表示 好 那这张图你可以看到说 我现在就是用选定的 比如说我用m等于64 我在slot time上面有64个sample 那n就是face time上面有32个sample 那这个alpha1呢 我是落在-1到-0.7 -1到0.7之间 那linear scale的这样子的 从-1到-0.7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就是这边会比较大 那我随着n的index越大 我就会 alpha1就越来越小 那alpha1越大代表它越相关 越相关代表我现在可以 我就是要去model说 我的近距离的地板 对我这台雷达所贡献的clutter的return越强 它越远越弱 那所以我就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model 所以我这边是alpha1这个n呢 alpha1它是落在-1到-0.7之间 那随着n它会不同 整个alpha1n会不同 那这边我所做的模拟是假设 这个wide gaussian的noise power是0.1 那如果大家就是用这样的数学模型 你有兴趣的话就用这个数学模型 然后代理我这些参数0 应该可以跟我产生出一样的图 一样的图 那所以这个图就model出一个 这是不是就很像一个clutter 你今天你的雷达在侦测的时候 你今天我们先不考虑角度 我们现在就是做一台测速测距的雷达 那你做测速测距的雷达 我们在上一个lecture 我们已经学过range domain的处理了 那现在这个lecture 我们又学了速度维度上面的处理 那我们现在要讲说 所以你现在有两个维度 就是你先不考虑角度 你先不考虑空间的话 你有两个维度 那这两个维度 我可以构成一个讯号的平面 有range domain跟morality的平面 那在平面上 我又想要去假装 我有一个clutter存在 我要怎么去model它呢 我就可以用第12式的这个方法 那所以这个就是雷达 我们站在这边 雷达在这里 所以距离雷达越近 速度为零的时候 有一个很强的反射回波 那越远的话呢 也是速度为零 因为它是地板的反射 但是它给你的这台雷达 对于这台雷达 因为它距离越远 所以它反射的回波能量就变小 那只在速度为零的地方 有这样的ground clutter 那我是不是就完成了这个 Clutter return的这个模型的建立 那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 就是你如果有机会做雷达的一些模拟 或者是一些系统 你想要去说 我开发类的效果 可不可以去处理什么clutter 那当然就是说 可能大家在做研究的时候 你没有 你没办法真的有一台雷达系统 去得到clutter 把它给你的训练长什么样子 那你如果要用数据的方式 去帮助你去做一些电脑模拟的发动 你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模型 这种模型做下的结果 就是你可以做出跟我一样的这个图 就在rate跟plastic的温度上面 你产生了在速度为零的地方 越近的地方有越强的clutter return 越远越少 但是一样在速度为零 那它的cylobe的表现 其实也会影响到旁边的这些 这些速度不为零附近区间的 这个速度范围 所以suppose你 比如说你这边有一个target 比如说你这边有一个target存在 比如说速度为正的地方 你这边有一个target存在 你就可以去model说 你这个clutter多强 会把这个target回来给你的 target的讯号把它盖盖 把它盖过 那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在 你如果有这样的概念 你就可以去做一个测速测距 我们就讲测速测距 测距 这边测距 你测距可以用match filter 那测速呢 你这边你只要对slot time 上面的这个讯号 做boleation是什么 你就可以等到target plus spectrum 所以这边其实是hers 这边就对应到这边 这边其实大概会是hers 可是因为它normalized 这就变正部里面5 好 那所以测速测距有雷达 你如果卡到的存在 你要怎么用数学模型去model 那这边就跟大家讲 要怎么样去做这样子的模型 好 那接下来下个礼拜 就会进到这个第二个部分 那今天现在已经4点25了 我想今天就先上到这边 下次一起进到这个新的部分里面 好 那我们今天上课就先到这里 那要提醒大家情报报告要开始准备 记得跟你的组长跟组员联络 好 那就这样 谢谢大家 拜拜